中国人自古以来就有饮茶的习惯,追溯到起源也是众说纷纭,有的说是唐代,有的说是周,还有的说是晴汉,三国等等说,哪都都有,而现在几乎家家户户,仍然都还会被日常见,险暇的下午煮上一泡茶水,能办一个好时光,酒足饭饱之后,也能冲上两杯解解油泥。 我古茶叶种类很多,其中含有多种人体所需要的营养,不过如果没有适当的业用,也会带来很多的伤害,因此,关于喝茶的益处和政绩,我们都应该知道。 下面爆炸营养课堂的营养师就给大家好好聊一聊,喝茶都有哪些益处? 一,经常喝茶,预防心血管疾病,茶叶中的茶多分,能调节身体的脂肪代谢平衡,有助于降低胆固醇,三方甘油脂的,特别是和胆固醇偏高的人运用。 假如人体含有过量的胆固醇,容易的血管内壁脂肪沉积,出现血液循环障碍的现象,这个时候都喝一点茶,可以抑制血管平滑剂细胞增生,起到预防心血管疾病的作用。 二,经常喝茶,酷齿明目,100克的干茶叶中,大概含有10-15毫克的腹,并且起水溶性成份炸八成,如果每人每天10克茶叶泡水饮用,能吸收起水溶性腹于1.5毫克左右,因为茶叶属于碱性,可以帮助减少人体盖质的流失。 对预防取齿,酷齿,坚持,都是有好处的。 三,经常喝茶,缓解疲劳,快结婚的放会,让很多人每天都忙忙碌碌,每天下班后都非常的疲倦。 所以建议大家可以养成喝茶的习惯,因为在茶叶中,还有一种叫做咖啡碱的成分,这种咖啡碱能够使我们的身体神经系统产生一种兴奋,从而使这种兴奋扩展到大脑梯层,使人感到精神抖走。 四,能够有效缓解身体的疲劳。 四,经常喝茶,促进肠胃消化,茶叶能刺激我们的胃液,从而促进了肠胃的蠕动,提高身体的新陈代谢。 尤其是现在正值夏季,很多人的胃口很差,不妨试试喝点茶,说了这么多喝茶的好处,而它又有哪些禁忌呢? 一,睡觉前不可以喝浓茶。 很多人会有睡前喝浓茶的习惯,若不知,这样是错误的。 喝浓茶会人们会变得兴奋起来,让人难以入睡,而且长时间下去,整个神经都会发生紊乱,这样对身体会造成不好的影响。 二,喝醉酒的人不适合喝茶,因为茶也能够刺激神经系统,因此酒后喝茶会给心脏造成很重的负担。 另外,因为喝茶之后能够裂尿,这样就会使得魏芬姐的酒精从肾脏排出,从而手排到肾脏,至于网上喝茶可以接酒的说法,那完全是无极之谈。 三,贫血的人群要少以茶,这门人群大量喝茶会主爱铁的吸收,所以不建议贫血的人多喝茶,不然就会使身体中的铁元素更加的匮乏,从而使得贫血的症状加剧。 最后,要提醒大家,无论什么时候,都不要喝刚泡开的茶和浓茶,刚泡好的茶温度太高,很容易伤害我们的食道,而喝浓茶不利于胃和心脏的健康。 并且也会影响营养的吸收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报文TTnews.xyz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